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天晚上 戴维正在开着车走在路上 忽然看到一块巨大的陨石从天而降 戴维为了躲避陨石而翻车 而且受了很重的伤 戴维的女儿发现联系不上父亲了 很是着急 而这时她找到了父亲出事的汽车 以为父亲遭遇了不幸 然而当女儿打开车灯后 竟然看到戴维站在那里 于是她赶紧带着父亲到医院做检查 不过却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 戴维曾经为过世的妻子移植过肾 而信任的检查结果却表明她的两个肾都很健康 戴维思考之后 觉得是陨石救了自己 有了这个想法之后 戴维找到迈克帮忙把陨石运回去 第二天的时候 迈克竟然发现自己曾经断掉的腿正在伸张 而她也是被一阵刺痛疼醒的 戴维看到这种情况 和女儿一起把她带到陨石旁边 很神奇的是 陨石里忽然伸出触手紧抓住她 这倒是促进迈克腿部骨骼伸张 仅仅过了一天之后 迈克已经可以行动自如了 不过戴维知道这个地方不适合陨石的存放 她很快想到了办法 戴维将朋友灌醉 并且偷走了她的水泥车 用它来存放陨石 而此刻有一对特工正在调查陨石的下落 他们通过研究戴维出车祸的地方 以及陨石留下的残骸 他们想到戴维发生车祸 却没有什么事 立马联想到了是陨石的功劳 然而当他们对戴维进行调查时 戴维表示 因为陨石无法忍受过高的温度已经融化了 此刻美国的战争更加恶劣了 罗共甚至发射了核弹来攻击美国基地 而特工想要找到陨石 就是为了投入军事基地中 他们去庇护了迈克推好的原因 戴维和女儿这个时候救了他 当他逃跑的时候 女儿不幸被特工打伤 戴维想到用陨石帮助女儿 却没有用 感到很绝望的他 想要将陨石用汽油烧掉 然而在戴维和特工对视的时候 车里传来了女儿的声音 特工趁着戴维失神的时间 赶紧朝他们开枪 迈克这个时候和他们交战 很快打扮了特工 但是迈克戴维也受了很重的伤 而这时候外面的核弹声也越来越大 而存放陨石的水泥车只能从外面关闭 短暂思考之后 戴维决定让女儿和迈克躲在水泥车里 自己会在外面帮他们锁上门 在水泥车里的迈克女儿忽然听到了一阵水流声 原来是陨石散发了很多营养液将它们淹没 并且将它们冻结住 很多年后 地球从这场核污染中慢慢恢复了生机 而迈克戴维的女儿也在这个时候苏醒了过来 给地球带来了一次生机 延续人类最后的希望 好 今天的讲解到此为止 我们下期再见